天呐 80一斤 早上买85 拿两只就好了 身后多少钱一斤 8块钱 拿个三四斤吧 我给你挑好一斤 挑好一斤 给你鼓鼓身体 这个小管呢 小管25 25 那白酌酱和水很好吃 凯罗今天贵 这两天都贵不是今天 这两天都要32 32 我拿几个吧 肯定有肉 谢谢 谢谢 我半斤最多了 再少一点再少一点 这鲍鱼怎么卖 鲍鱼三是40 40 螃蟹咧 鲍鱼三是85块 这么贵 哈喽大家好我是熊 刚才花了155去菜市场 买了一些海鲜 跟一顿自助餐差不多的钱 今天我们自己来动手做一个痛风大餐 这一盘贝壳我们就直接进烤箱 这两只螃蟹呢 用干枪会比较好吃 可是只有两只太费事了 我就一起把它进烤箱散了 最后一家的烤箱散了 最后一家的烤箱散了 这一家的烤箱散了 辣椒 水 雞蛋 小麦粉 油 油 油 我们的海鲜大拼盘就做好了 这一大盘花了我150多 来尝尝看跟店里面吃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先来口虾 自己去买的海鲜所有都是鲜活的 你看看这个虾肉的肉质 我发现贝壳内的海鲜用烤真的是非常好吃 干香干香的 哎呀可惜了这生蚝肉不大 太小了 可能还不是季节 有一点点 亲口背也很饱满 还感觉有一点点黄色的 这个应该很好吃 哇 看看这个螃蟹 螃蟹是最贵的80块钱一斤 我挑了两只不大的 但是是母的 卖螃蟹的跟我家很多黄 看 确实不少 烤出来的这个黄都干干的 跟那个咸蛋黄有点像 但是比咸蛋黄更香一点 我觉得80一斤还是太贵了 鲍鱼 这个鲍鱼是真的饱满 比自助餐里面的要大 好Q弹好嫩的肉 海螺 这样旋一下把这个肉旋出来 不要断不要断 哎 边上有一个是苦胆 这个不要吃很苦 然后里面这个位置给它掐一个洞 然后挤出它的肝脏 这个就是它的肝 这个吃多了会中毒会头晕 剩下的可以吃 尾巴上这个黄是可以吃的 海螺吃的特别过瘾 超级的 还有这个油隔 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多 很便宜 8块钱一斤 但它肉很好吃 鲜甜鲜甜的 比那里面也要吃 它的肝脏 也要吃 这些是斥肝脏 它容易吃到 更有油 然后吃了 最为了 它是咸鱼 它是咸鱼 它很可爱 它是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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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这么多的海鲜我还得慢慢的消灭 自己动手做海鲜拼盘真的是实惠又美味 你不妨也去试一试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